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剑 檢減指數漲了57點 我想最近很多人在拆外資的動作 那當然沒有拆到的很多 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都在拆外資 如果賣超之後 會不會連續賣超 結果你拆錯了 外資今天買超 昨天買超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猜錯 其實我跟你講你應該是 一般投資朋友你不知道外資在想什麼 法人在想什麼 我們講句簡單坦白的 如果你現在是法人 你現在怎麼看台北股市 你不要跟我說你之前買了多少 如果你是法人 你現在想的是什麼 現在5月中旬嘛 5月中旬整個財報都公布之後 把所有的股票都看過一次 那是不是有一些股票 是目前為止明顯被低估的股票 就像嘉哲連續三支漲停 今天再創波亂新考 那如果你是法人你會怎麼想 6月30號半年作帳嘛 半年作帳 所以你要去想法人在想什麼 法人現在想的是半年作帳啊 財報揭露之後就是5月中旬了嘛 那到6月底的時候 然後一個半月要做帳 要拼機一下嘛 賞戶在想什麼 賞戶在想說這個會不會掉下去 會不會掉下去 那我跟你講 我測標本來這檔股票我個人認為 很有機會機會很大 過不曉得多久就會大漲 這個宏達鏈神秘社會股XX這一檔 那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好了 怎麼會一檔股票沒有漲 然後一直都看好 我想經過這兩三天 不要說這兩三天啊 這兩三個禮拜的行情 這洗刷之後 你會發現為什麼股神會是股神 股神會是股神 因為他不是說今天賺了明天賠 今天賺了明天賠嘛 他基本上來講 他是長期穩定在做獲利嘛 那如果一般是投資朋友 不是啊 一般的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看空嘛 在這個地方看好嘛 在這個地方看空嘛 這個地方心情比較平穩嘛 然後這個地方看空嘛 你在低點看空 你在高點看多 你在低點看空 你在這個地方不知道怎麼辦 押回來你又看空 你到底怎麼收穫贏錢 如果你是法人會怎麼做 來我問你 最新法人圈佈局的哪一些股票 在法人圈佈局的股票裡面 哪一檔會是最強 我想如果新聞媒體 我是記者 我一定報這個 我一定把這個拿出來報 在整個財報揭露之後 法人圈最新的佈局 會是哪一檔股票 這才是重點 昨天5月13號 佳澤漲停 第三支漲停盤 我給會員的摳訊很簡單 佳澤再度跳空漲停盤 持股獲利暴老 很多人會說 都漲這麼多了 我早就賣掉了 為什麼我們還在暴老 因為就算震盪洗盤 今天震盪洗盤 還是再創波段高 為什麼會再創波段高 你自己去看 加著它公佈出來的營收是多少 不要說營收 4月份營收是大幅度成長 第一季賺多少錢 第一季賺3.09 3.09元 在整個上市櫃公司 第一季所公佈出來的財報裡面 排行第21名 排行第21名 這個是我先前跟大家講的 上市股價排行榜 跟上櫃股價排行榜 如果你把上市跟上櫃的比較一下 上市的前15檔是250塊以上 上櫃的前排名15名以前 都是250塊以上 那如果一檔先前股價不到100塊的 第一季公佈出來 它的單季的獲利 加著單季的獲利 上市櫃排名21名 它的股價應該是多少 如果以單季排名來算 照股價排名來算的話 應該300多塊 應該300塊 應該300塊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們做股票 現在你要問我說買哪一檔 我說買我手中的 聽清楚喔 不是加著我得付一下 等一下給你看喔 我說現在你要買哪一檔股票 買我手中的股票 宏達店你小心 它會大漲 漲上去你就知道了 那這檔股票 最近都沒有都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很有可能機會很大 明天之後或者後天就會大漲 就像這些加著 我不用股票很多檔 我們股票很少 所以我不會每天漲停買股票都不一樣 每天持股都不一樣 加著在起漲 這是4月18號我跟你說嗎 最具標掌潛力的高價股 好來到這一天 一樣嘛 5月2號已經混了很久了 從4月中旬到5月2號 已經混了半個月了對不對 5月2號在這裡 5月2號加著到起漲的時候 我怎麼跟大家講 我說它要漲 來加著5月2號當時的VSIA 這一檔我之前跟大家講 高價股裡面最具潛力股的 最近拍行前進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說宏達店說TPK 坦白說啦 宏達店TPK 再漲的速度應該不會有它快 因為這一家股本比較小 它股本比宏達店TPK小 但是它卻是法人持續性 特別是外資喔 連續性買超的標的喔 人家在買什麼 再買一個未來 整個所謂的智慧型手機也好 在整個PC電腦 PC這次有換機槽對不對 XP的換機槽 現在說如果說你要報稅轉帳的話 報稅的話請不要用XP報稅 對不對 XP就是它現在可能不支援你 好了 XP的換機槽 這一檔是最大的收回股 最大的喔 上一次的月K線紅棒 是這樣漲六倍不是漲一倍喔 月K線紅棒是漲了六倍喔 現在月K線一個紅棒對不對 不用問老師要怎麼買 結果要回來就買啊 老師4月17號耶 過了半個月耶 我跟你講啦 這半個月我們講坦白的啦 你手中股票套腦了幾檔 我們講真的 這半個月 從4月十幾號到現在 現在5月2號 你手中股票套腦了幾檔 別說你大坦了 你套腦了幾個 兩個禮拜雙盤最高的 差一點漲停 差一點漲停吧 而且是兩個禮拜收盤最高 很多人很喜歡換股票 所以一旦行情震盪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股票都是最弱的 但我跟大家講 股票不用多 這5月2號你所看到VCR 加折 對不對 剛你所看到VCR 這加折 來你一個一個往前看 4月28也是加折 這是4月28也是加折 這是4月21也是加折 這是4月21也是加折 每天都是加折 然後這是4月17號這也是加折 對不對 好那這一天是多少 這一天是4月16號 也是加折 我們講說坦白的 為什麼很多人做股票不會贏 因為你覺得你一直在輸錢你知道嗎 你覺得你一直在輸 奇怪 怎麼一直在輸錢 從4月中輸到5月中 那這一定是空頭 對不對 但是我說不是啊 你股票做那麼多人幹什麼 你買洪達率一定賺嘛 你買TVK一定賺的 你賣的 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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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折 去年第四季一季賺3.4元 今年第一季一季賺3.09元 3.09元 3.09元 3.09元在上市貴公司裡面排行第21名 等同於股價應該300塊的水準 你覺得 投信會賣超嗎 我們講至於真的 我跟你說 我們不是死多頭 我做股票 我跟你講 現在是來回相差一倍的遊戲 關於你處在什麼位置 你處在什麼位置 當然行情好不好做 看你的功利而定 但是真的不能買的股票 我每一檔都有跟你說 這4月30號我送給大家的 4月30號送給大家的免費 不是故弄懸虛 是我每一個會員朋友都有 而且只要你打電話來 我就送你這25檔股票 檔檔危險各個兇險 從4月底 4月的時候送給大家的 只要你避開 我問你 今天玉金光有沒有破底 3406破底 好不好 最低 玉金光在哪裡 玉金光有送你的第一檔 本波比賽 檔檔危險各個兇險 第一檔 每一檔 在晉級都中錯 玉金光今天再破底一點 月峰跳水 日陽跳海 智威中錯 陽城今天還在破底 2393還在跌 但這一些都不是法人的股票 對不對 這一些都不是法人的股票 這一些都是我送給你的 避閃 你只要把這些股票給閃過去 我跟你說 現在你不會想說現在是不是空頭 你現在應該會想說如果你是法人 在6月底的時候 做賬要做哪一檔股票 哪幾檔股票 哪幾檔股票 是現在法人圈 他所鎖定的 而且沒有散戶的股票 就像什麼 就像加折 加折沒有散戶啊 全市場只有我會議員跟法人有加折啊 這樣子融資百分之三十 這個限股百分之三十六 融資九成 你不用賠喔 這邊料喔 這些你不用賠喔 玉金光不用賠三十一塊 月峰不用賠 融資要賠五成喔 日陽融資要賠六成喔 智威要賠一百多塊喔 陽城要賠七十幾塊 玉光融資賠得快四成喔 不用賠 融資賠九成 一筆 我當然不只買一筆嘛 你說會很清楚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真的 財報揭露之後 法人圈最新的佈局會是哪一檔股票 會是哪一檔股票 很多人沒看過法人圈的報告 所以你從來不懂法人是怎麼做股票的 這昨天行情很差 洪達電跌到一百六十一塊半喔 跌到一百六十一塊半 我跟你說 買在別人不敢買的低戀 賣在別人超想買的高點 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未來慢慢再體會 好 洪達電受邀召開法說會 這個法說會 洪達電有跟你說 但是報紙上沒有寫 受邀賣給你證券舉辦的投資論壇 在5月12號跟5月13號 在倫敦所舉辦的 好 舉辦了投資論壇之後 我請問你報紙上有沒有說 賣給你證券出具什麼樣的報告 有沒有 沒有 這叫法人圈的悄悄話 對不對 為什麼要跟你講 因為你不是他的朋友 對不對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賣給你證券會怎麼告訴你 賣給你證券在亞洲區的 蓋藥的一個主要重要的公司裡面 這麼多亞洲上市的公司 日本、韓國、香港掛牌 大陸掛牌、台灣掛牌 選出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在5月7號的時候 已經寫了告訴你 你宏達電TPK 你怕死也不敢買 這叫底部的股票 宏達電跟TPK 沒有人會告訴你為什麼 這是法人圈私底下悄悄話 為什麼3533 明明這麼的好 你就是不買 一季賺3.09 上市櫃公司排行前21名 排行前21名 每一檔股價 哪一檔不是超過300塊 哪一檔沒有超過300 每一檔都超過300 你叫我為什麼憑什麼我要買 不止喔 仔細看喔 來 你現在要趕快一下決定喔 這一檔股票 還有呢 宏達電的受惠股 最近都沒有漲也沒有跌 這個很有可能 明天後天就會噴出 你手中有一些股票 你真的不知道它現在要不要賣 我跟你說 我親自幫你看 如果它股性不是很好 如果最近跌很多我幫你看 到底要不要賣 如果不用賣你就抱著喔 你不用賣的股票我都會叫你抱著 因為那是你先前買的 但我會告訴你 什麼東西 是未來法人權最先的布局 在5月15號之後 財報全數揭露之後 就是明天之後 這個股票會長得非常非常的兇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來 好喜歡就在這裡 五十七瓶大字邦 原始雅院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前景投庫頂級服務 支付專線027726855 27726855 人生不外乎就是 接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積財富 前景投庫 聚集股市最負責任的 投資專家 集合心理 投網 產業 和技術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股票中 帶領各位殺出重圍 莫利致富 全員前景 前程四級 速播服務專線027726855 27726855 27726855 加入貨內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前景投庫頂級服務 支付專線027726855 27726855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富人士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呆用 今天只會漲了57點 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那為什麼跌破眼鏡 因為你又猜的 你在猜什麼 你在猜跌的時候會再跌嗎 都在漲 都會再漲 結果你猜錯了 外資今天買超 昨天買超 那後天會不會買超 不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你是法人 你現在會看的是什麼 5月中旬財報全部都揭露了 所有上市會公司 在整個每一季結束之後的45天 要公佈財報 這是最新的規定 所以先前的那個已經改掉了 就是變成你是5月15號 或者6月30號之後的45天 9月30號之後的45天 要公佈季報的一個情況 那公佈季報 你是法人你會怎麼做 你當然是把所有的季報看過一次 哪些股票是被低估的嘛 那當然法人不會等到今天才在看 他一定是先前就在看了嘛 對不對來我問你 你說這個會不會漲 我問你會不會漲 今天130喔 就算今天130我都認為他很便宜 就算130我都認為很便宜怎麼說 來 這是我帶給霍遠的動作 加折 這是5月13號喔 掌停板對不對 開開關關對不對 不用賣喔 報勞 報勞就是不用賣 今天再創破亂新高 那加折第一季多少錢 3.09 3.09元 還記得我怎麼跟大家講 這個是我先前跟大家講的 上市排行獲利的 就是股價的排行榜 好股價排行榜 上跪的排行榜你自己看喔 這到4月中旬 先前我們買加折的時候跟你說的嘛 好上跪排行到第15名 都是200多塊以上 第10名都是接近300塊以上 對不對 好上市的 排行第10名300塊以上 15名250以上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你是台北股市掛牌 上市櫃你的獲利能力 能夠排到前30名 你的股價是250塊以上 用排行榜來算的話 那還記得我跟大家說什麼 如果你是法人 我會去選一檔 會去選那個股價100塊 甚至不到100塊當時的加折 但是他去年第四季賺了3塊4 今年第一季賺3塊錢 不只賺3塊錢喔 來看一下 他現在這裡都在130塊 來看一下 4月營收是8億 3月2月1月營收分別是6億5億6億 6.6億 5.6億 6.9億 這樣子一季就賺3塊錢 一季賺3塊錢 現在4月份一季是8億喔 這樣3塊錢給他算下去 你說今年會賺多少錢 我怎麼跟他講 我說最具排行潛力前進的大黑馬 這一檔是什麼 這一檔是嘉哲 對不對 嘉哲好 來 我說嘉哲挑戰這幾檔的獲利 當時是4月中旬喔 4月中旬喔 會挑戰他們的獲利 現在財報公布了 亞德 地基賺2.2 賺的比加折少 亞德多少錢 300塊 紅爐 地基賺多少錢 2塊6 賺不到3塊 股價300 再看 金華 地基賺2塊7 股價350 加折地基賺多少錢 309 4月份營收還大幅度成長 我這次怎麼跟你講 你不是買一個禮拜不動就賣掉 買兩個禮拜不動繼續再給人家賣 有沒有噴出 有沒有大漲 我說的話有沒有一一實現 來4月16號 加折當時的補習 當時一開始就先說 最高少量299 那現在好漢不提當言有 有沒有排行榜裡面 你說老師 這公平都這麼貴 好 我說 就是你畫面是看不到的 沒有在上櫃排行60名裡面 也沒有在上市排行60名裡面 都沒有 都沒有 這一檔股票沒有 這一檔股票是哪一檔 這一檔 我跟大家講 他過去月線長紅會漲一波 月線長紅 不知道會不會漲 不知道 但先前月線代量長紅漲六倍 那昨天呢 昨天沒有漲 股票怎麼做 你剛才要買在沒有漲的時候 今天呢 今天有漲 沒有漲很多 小漲 到很貴 沒有到一百 不到一百 那不到一百 那不到一百股票 未來怎麼看呢 我說 如果以獲利的程度來看 它本身目前是全球第二 僅次紅海 毛利率一直在做提升 所有的法人看這一檔股票 就看這一檔股票 最近外資大幅度加碼 錢力鎖碼 來 毛利率提升的情況之下 代表什麼 獲利會大提升 那它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已經比什麼 已經比這幾檔 這六檔 都還來得多 這六檔是非常極優的股票 上市的第七名 上市貴的第八名 上市貴的第九名 分別是金華 昂寶 鮮火 紅爐 瓦城跟雅德 他們股價是這樣子 他們這六檔股票 去年第四季 全部賺輸我這一檔 他們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單季賺的錢 比這一檔還少 但人家股價不到一百 我跟你說股票怎麼做 什麼叫一手法文資訊 一手法文資訊就是最近 大家說最難做的這個月 四月十六號到今天 這樣子 一定有低點可以去買 不是說今天買完之後 隔天漲停 你連買都買不到 不是 你每一天都有機會買 還有最低點 九十一塊可以買 不要算九十一塊 算九十八塊就好 融資賺九成 現股賺百分之三十六 融資成2.5倍九成 就是大家最難賺的這一段 而且你不認為說它很便宜嗎 為什麼投信持續買超 買到價值有什麼好處 你不只賺錢 你還避開這一些 我說本波幣閃的股票 郁金光排第一檔 到今天郁金光破底 這來回剛剛差一倍而已 這不是現在跟你說的耶 不是今天講完明天買不到耶 這不是今天講完明天賣不掉耶 這四月份送給大家 送的不用錢喔 錯了我自己丟人喔 有光沒秀 怕破壞賣喔 對不對 叫你賣掉 玉金光破底 月風重挫 日陽跳水 智威重挫 陽城跳水 玉光破底 是不是 幾乎每一檔都中挫 經過了這一次的大震盪 如果你是法人 你會在乎接下來要買什麼 因為法人是賺錢的嘛 對不對 外資是賺錢的嘛 你要買什麼 財報全部揭露之後 5月15號之後 就是明天啊 嘿就是明天 你要買什麼 我買對買錯差很多喔 買對你的股票可能漲天 買錯耶 股票可能跌停喔 差很多喔 對不對 一天7%來回 融資喔 兩三天就差很多了 請問哪一檔 哪一檔是法人圈最新佈局的股票 為什麼先前我跟你說 加折法輪會黨 漲停漲停漲停再創高 這檔股票小心喔 好 那我跟你說 這個宏達列受惠股差差 這檔股票最近都沒有動 都沒什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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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有感人明後天就要漲了 來 你手中的股票有任何的問題 我會親自幫你看 我幫你看完之後 我再給你最新最新的建議 手中的股票我會幫你看 你不用煩惱 我再給你最新最新的 法輪圈的口袋名攤 祝你明天操作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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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豆讓女孩有發揮潛能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負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金線 02-2772-6855 2772-6855 人生 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積財富 全景投庫 全景投庫 聚集股市最負責任的投資專家 集合心理 投網 產業 和技術的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同海中 代理各位殺出成為 獲利致富 全面前景 前程四季 速播服務全線 02-2772-6855 2772-6855 太陽綠金 太陽光電集團 震撼上市 創新的農業電廠 年收入可高達約五百萬 台電購電合約二十加五年 總收入上看億元 零八零零三五